以利一休,新智上路之后,高雄市7家公车业者估算,短缺了200位的驾驶,加班费成本增加,业者大多都要求司机要依法休假。 但是部分的司机就抱怨说,每个月加班费缩减8000到1万元,对他们的冲击很大。 以利一休,正式上路,高雄市7家公车业者面临驾驶员不足,加班费挣扎问题,而为了占低成本,业者只好要求司机依法休假,但司机却抱怨,加班费大减,每个月少领将近1万元。 8000到1万,那对我们来说,我们的负担就会更沉重。 司机表示,加班费是他们重要收入之一,在体力足以负荷程度,希望能增加收入,改善家庭经济,而业者则说,行职上路,一年营运成本增加2000万左右。 高雄市7家业者预估缺200位驾驶,因此计划缩减偏远路线班次,或将末班车收班时间提早,解决人力缺口,同时呼吁市府将营运成本每公里补助40元能提高。 高雄市交通局回应,业者希望提高补助,需要精算成本,向市区客运省议会提出,至于缩减班次,则会和业者在沟通协调,也要顾及民众的达成需求,记者旅选取证据,高雄报道。